就是這一次我們在準備公慶的東西 老大就有派一些東西下來 就是紙杯接收然後紙杯 我跟他在那個接收的時候 然後就是用的都是比較傳統的 那一些山珍海味 那種山珍海味一般都是用在 比如說地填膽 就是你要接一些職 或者是要開工 或者是你工裡面的法器 要進化才要去做地填膽 這種儀式才會有這個 或者是像人家普渡 或是開箱或是比較大的儀式 才會有用到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那裡有薑 有紅豆 然後有鹽 就是海的植物 像那個海帶 然後還有那個木耳 香菇 糖 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花 老大就要求花要兩個很大的花 以前都沒有 以前農水草草草 他就要求要兩個很大的花 然後今天的花也跟平常不太一樣 你們有發現嗎 嗯 有發現嗎 你期待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發財金 那個就是他就給我看到銀箱 然後那個桶子裡面還有放東西 我們裡面還有一層一層疊東西 然後都是有意義在裡面的 這樣子 就是一般公廟他們在摺這一些 我們也就是把它整個做出來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就是像今天的花很多都是文心蘭 文心蘭跟那個百合是佔主要的 然後文心蘭他主要就是事業 學業還有那個金錢 步步高升啊 這樣子 是大家一般民眾心眾都在求的嗎 對 也因為今年那個節氣有沒有 天氣啊 天氣不好啊 所以鞭炮齁在除瘟疫 像鹽水蜂泡 鹽水蜂泡就是在除瘟疫的 他也有把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炸掉的意思 這樣子 他也有喜慶的意思 然後那個貴人金跟那個發財 又不是元寶 那個也是那一天老大叫我們個奧 我們那天其實折的沒有很多 後來一個奧的中國都就是用到網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還有就是你們做中心長的 都另外都有給你們比較大的元寶 就是讓大家就是金錢比較順 然後可以多用心在公務上 我的解讀是這樣啊 你們可以驗證看看啊 像這樣對不對 因為他代表整個徵員工接客啊 因為不可能叫班長啊 不可能叫班長啊 他也不可能叫我 因為我的家裡都去拿東西啊 所以他是最好的代言人啊 明年要再換一套 明年就要從大陸拿那個 秀龍秀風的 他真的給我看那個 他真的給我看那個 中國府的 他真的 他有一年 中原普渡的時候 就叫我們要用這樣 穿那個 還要輸包頭 移植感啊 什麼移植感啊 你在講移植感啊 不是 沒有啦 他說為什麼他要穿不一樣 我說因為他要接客啊 因為需要有移植感啊 那代表真人啊 不然我今天為什麼要戴假髮 我就是移植感啊 不然我也很不願意戴欸 你在講髮是移植感啊 我覺得你很愛戴啊 對啊 看你蠻開心的 我拉掉那個時候 我是很歡喜的 這要多自然啊 比較舒服吧 比較舒服 你以為我喜歡戴 我也不喜歡戴 下次應該用那個 畫眉毛的那種 幫你畫一下 這樣流汗會流血 流汗的時候 整年 有了